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今日和大家講三分鐘視頻 今日問題或主題是一個來自小孩經常聽的說話 武俠劇經常講的 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 待會先講為何 先講講港股 今天港股早段承接美股升勢高開 升至200點上去 最高升上20713 不過其後內地股市又一次就不太行 高位sir又回落 令港股跟著6升幅慢慢收窄 一度只剩下幾十點 最後好一點 收20440,升1802點 成交699億 短線形勢怎麼看 正如我昨天在節目說 都相信仍然是受著人為因素的影響 人為因素有幾樣 第一就是期指結算 今天講過期指結算 通常是按住不動不動 加上另一個 就是昨天節目提到 就是6月底 就是基金的季節 或者半年節 通常這些情況 都是有些人有心人做事 一定的指數 就朝著他們上方向走 正如昨天節目說到 最近就沽了下來 淡油沽了很多 近來消息好一點 淡油應該收水 蓋上一些倉 掃上去 令市場跌勢放緩 定一點 結果都是這樣 今天講故事是這樣行 今天升上少少 其實整個亞洲都是這樣 整個亞洲普遍是靠穩的 這幾天 譬如今日日韓、台泰全部升2%以上 其實整個形勢都是這樣 估計明天也有大致是這樣 事實上,看圖也是 沒有一方,順順落落 直至圓育結 恆生指數也是這樣 上了上去 這裏 下回來了 迫受到裂口阻力 明顯,升勢持續不到 但又不要跌 你看國企也是這樣 陀螺的形式也是這樣形勢 看了幾隻重磅股 都是類似走勢 是不太明顯方向 除了這隻例外 這隻中移動 就叫做了一個小箱底 穿了,但穿了之後沒有什麼力 背豐也是,高見高位之後 就下回來了 刺刺少少的,倒轉垂頭 亦顯示好淡憎恥 公巷也是,裂口高開 本來好像很英俊 但鏟了上去之後 下回收,刺的刺底 無碑 亦反映高低位 高位就固減一點 低位就掃回 顯示好淡增持,沒有什麼方向 看完這幾個圖後 加上剛才提到人為因素 短期內也是這樣行的 明天也是這樣行的 應該沒有什麼大意外 反而接下來第三季會怎樣呢 節目開始說 最危險的地方會不會最安全呢 這就是第三季 中線的走勢 關鍵 因為這陣子大家都知道 港股升升跌跌 其實都是很受內地股市影響 當然內地加上經濟因素 那些,息口 集很多東西 總之來說,是受內地股市影響 股市而言,只是看圖 不要看得出什麼 這圖看得到 之前剷掉了,大跌後剷掉了 一個垂頭的姿勢 低位性治療 但這兩天,是牛皮的 反應又是高低位 低位人買 那位股份出來是沒有方向 單重圖看不到有什麼勢頭 不過剛才所說 從市場氣氛看,是否會看到一些東西呢 市場氣氛來說,現在股市是極淡的 可以引述一個調查 網上調查問股物,怎樣看股市 有三個選項 只有兩個選項人選擇 第一個就是,認為股市會向好的 基本面,中國經濟因素仍然行的 有多少人選擇呢 7.2% 極少 你應該是多人選擇,八成多 八成八 那個選項是什麼呢 股市不行的 中國足球 或者中國股市和中國足球一樣那麼難的 有八成八人選擇 中國足球是多難的,泰國也輸五比一 真是多難的 反映到大家對中國股市的看法很淡 在這麼淡的情況下,會不會第三季反而有機會呢 就是拭目而待 到時,如果有什麼現象或跡象 我就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分析 今天分析大致,多謝大家